这个视频我来讲讲如何根据要求确定集合中的元素 来看个题 以至集合A等于1,2,3 集合B等于4,5 那这个集合M它的元素有几个呢 先来看看集合M的元素是咋来的 你看它的元素X等于A加B 并且A和B分别来自集合A和集合B 也就是说 把集合A中的一个元素和集合B中的一个元素相加 就得到集合M的元素了 那咱就来列举一下 这是集合A的元素 把它们分别和集合B的元素相加 就这样 1加4得5 1加5得6 把所有的都加完 就得到6个值 那集合M总共有6个元素吗 别忘了检验互异性 把相同的元素排除掉 所以集合M等于5,6,7,8 共4个元素 搞定 像这样 要判断集合M中的元素个数 关键要弄清M中的元素是怎么来的 然后你只要根据他的要求 列举出来就行 最后别忘了检验互异性 好了 这个视频我就讲到这 赶紧刷题去吧